请记住这张笑脸 就在刚刚 颜阳手机收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他再次变得沉默 开导之后 他短暂忘记了烦恼 继续开始训练 此刻 我好像懂了那句 未经他人苦 默劝他人善 但是 努力了这么久 曙光就在眼前 真的不想把这一切 再次成为泡影 看着颜阳的笑容再次回来 我心里踏实了一半 而另一半 是心里对杨爸的那份痛心感 和对奶奶的那份无比的愧疚感 此时的奶奶 可能也接收到了相同的信息 我不知道他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 我不敢给他打电话 现在 我只想做好一件事情 把颜阳的快乐 好好地记录下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